向有新生,一切就在一掌中 大家好,我是云鹤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如何看性格,吝啬的手相 我们看这个手相 那么麻一相认为 从手相上看来 如果说 这个手呢 比较鲜长 那么手如果比较鲜长的手 它是一个木星手 那么木呢主人 所以啊 木星手,也就是手指比较长的人 性格呢 比较仁慈,善于呢 帮助别人,可以说呢 乐善好施 那么反之 如果从手相上看 一个人的手呢 它比较短 而且呢,比较厚实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图形手 那么这种短促 而且厚的这种手相 就代表了 这个词人呢 这个性格啊 比较务实 比较能干 善于思考 而且呢 这个性格上有些吝啬 喜欢呢 拿别人用别人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 这个手呢下垂 那么长过膝盖的人 往往是呢,盖身硬好 我们知道三国里边刘备的手啊 就是呢 这个非常长 所以啊 这个称为呢 这个医的英豪 那么 而手短 垂下不超过腰间的人 医生啊 比较贫贱 也说呢 追到前跑啊 比较辛苦劳碌 而且呢 这个求财 全不能得财 医生啊 可说的辛辛苦苦 去在奔 往呢 转向的路上 那么 还有一种啊 就是身材矮小 但是呢 手呢 却比较大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是有福气的 身材矮小 但是手很大 这是抓先手啊 那么这样的人 他 可以说呢 有贵人相助 在事业 或者在求财过程中 能够啊 这个 借助 他人的力量 能够呢 获得财富 而且呢 医生啊 基本上来说 比较平顺啊 比较有福气 那么身材亏无 但是呢 手小的人 也说身材比较高大 但是呢 这个手呢 他又很小 那么这样呢 也是不搭配 所以呢 这样的人的运势啊 也不是太好 也可以说呢 医生啊 比较清贫啊 这个钱财啊 也比较少 总是呢 有这样大的事情啊 需要花费 所以呢 就说 财来财去 留不住啊 不具财 那么这样的人 医生啊 也可以说 尤其是在财运上啊 比较的呢 清贫 这个事业呢 也不是太顺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手相啊 就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一个人的运势如何 当然项目独论 我们还要综合的 进行分析 才能的全面准确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有手相面向的 困惑的朋友 欢迎深信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